中央社记者范正祥,旅新会台北22日店,前副总统吕秀莲今天说,国民党5月2日决定台北市常参选人,他呼 玉绿营支持者,当天其赴民进党中央党部,宋元契,诉请民进党推出台北市常人选,打败科批拼第一 表态参选台北市长的吕秀莲受邀参加民进党立委姚文志发起422游行,他在游行终点国父纪念馆现场上台发表演说时,做了以上表示 吕秀莲肯定努力争取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的姚文志认真,也称许姚文志的民主风范 他透露,邀请他参加今天422游行活动正式姚文志 随后,吕秀莲说,对照姚文志的民主风度,他感到遗憾,在,民进党中央,却还有,几个人,主张,年底台北市长选举应在,让,给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声音 吕秀莲表示,今天姚文志很有气势地主办这场422游行,我也应接立赛 邀请大家5月2日中午12时30分至下午1时30分,借他一小时 因为当天国民党初选决定台北市长参选人,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中午也会和所有中常委在中央党 不开会,请大家共同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,送元气给民进党,打败科批拼第一 吕秀莲也提及,他对台北市街头出现中国五星旗感到忧心,有天他车行经过立法院附近 竟然看见城抗民众拿五星旗,人民的权益固然要保护,但国家的安全更加重要 他感到忧心,若不拿回台北市,恐怕会引清兵入关 吕秀莲在演说最后重申,台北市作为台湾最重要的门户,是台湾的,山海关 他呼吁在场参加游行活动群众,请让他或姚文志来,固守台湾的山海关 民进党发言人林从盛表示,对于姚文志积极争取民进党提名的决心,民进党予以尊重 选队会将在国民党台北市常参选人确认后,进行整体评估考量,再做出最好的决定 编辑,李淑华,1070422